欢迎收看近天新闻报 我是主播余正线 首先带您看到国际消息 英国凯特王妃自今年3月宣布离来以来 暂时停止了所有王室公务 专心接受化疗与休养 14号凯特对外公开说明了自己的健康状况 并于16号公开露面 参加了英王查尔斯三世的官方受成皇家阅兵仪式 凯特看起来气色不错 这也是他宣布离来接受手术后首次出席公众活动 不过典礼最抢眼的还是6岁的路易小王子 各种有趣的表情包意外成了大家的注目的焦点 转换焦点带您看到政坛消息 地方几乎尽速修正财政收支划分法 高雄市长陈其迈不只批评国会改革法案扩权为宪 同时也将矛头指向国民党版本财政收支划分法 指数没考虑高雄重工业污染 面积大及人口老化等因素 更对首都的统筹分配税款加3%相当不爽 16号更放话要赖清德总统把首都移来高雄 我给大家报告还有一个财政收支划分法 这个法当是收的 这个法当是收的 是民国八十八年收的 那是上车总统 那是国民党收的 现在收拾了 要减讨大家说减讨 我也在乎要减讨啊 我们高雄市对高雄无关买啊 还要对我们高雄较好啊 为什么我们高雄无量多啊 那是我自己买的 不是说市场很满 所以让你们高雄较好啊 那是这样 那你当天都在高雄 我们的摊牌 一年 五千二百三十五万斗 一年 每月租到一千三百万斗而已 那我五倍空气的浮冬 摊牌五倍的浮冬 那你不用先照顾这 那我们老人结局更多 六十五以上的老人比 台中比特幅比较多了 台南我们的老人比较多了 那这老人要照顾 那所以我们民族 十一百 台北市的大 那现在收法 都把民族 这个算的 我把它拿掉 那说台北市收拾就加三百 那台北市收拾就加三百 那台北市收拾就加三百 我就快把六千多钟都说 收拾所来高雄了 国会改革修正复议案即将在二十一号表决 有别于国民党民进党下乡宣讲 民众党则主张举办电视辩论会 无奈却因绿营拒绝参加而破局 随着七鸟行动即将在下周回到立法院周边示威 而蓝营也有意在二十一号当天动员制衡青鸟 民众党立法党团总招黄国昌强调 他们不会号召支持者上街 并拒绝创造社会对立 接着带您看到 十六号有民众开车行进西港大桥 未料却碰上一名逆向行驶的驾驶 而该女驾驶除了狂暗喇叭要求大家让路之外 甚至沿路破口大骂叫嚣 行进十分夸张 对此台南市上话分局已获报 将通知女驾驶到案说明 据了解当时有民众开车行进台南市西港大桥 却直击一名女驾驶逆向行驶 女驾驶不断长按喇叭 逼迫顺向行驶的车辆让路 还一路高声飙骂 而过程影片被放到网路上 引发许多网友讨论 谁的家人快来领回去啦 认为该名女驾驶真的太夸张 行进也非常危险 对此警方指出派员前往时 该女驾驶已离开 但依据影片来看 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将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 详情仍待厘清 第一个新竹御鼎工程师球星高国豪日前和大嫂刘嘉玲发生感情纠葛 他和哥哥高国强的家庭私事也受到外界关注 16号高国强妻子刘嘉玲在社群网站上分享律师声明后 高国豪和妻子陈怡文也再度透过现实动态回应 后者发出一则对话内容 其中对方称她是小三 还透露刘嘉玲已在管理层面前承认自己的行为 却不愿意道歉 高国豪的配偶陈怡文也在社群贴文力挺高国豪 而高国强也转贴妻子的律师声明 闹到两兄弟互相取消关注 可说是正式决裂 16号双方再度隔空交火 大嫂刘嘉玲发布律师声明回应 奉劝高国豪先生 应诚实向陈怡文女士坦承自己之所作所为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而高国豪也回应 5月21号谈判当天 刘小姐你承认你的所作所为 现在又搞这一出 摆明就是要搞事 表达了对整个事件的无奈与不满 事件也演变成 罗生们各说各话 让外界物理看花 台湾又有球员被向纵即将屡外 除了T1明星篮球球员阿巴西 加盟日本秋田北部喜乐队 成为台湾第一人前进到日职B1等级 而棒球球员柯敬贤也以75万美元签约金 约新台币2525万加盟美职到齐队 也喊话四年内要站上大联盟 和偶像大谷翔平同场比赛 他们刚刚说14岁嘛就开始关注我 然后到现在可以让我穿上这件球衣 就是很谢谢他们 就是一路上就是信任我这样 中间是有其他球探来找 但是因为我个人自己就是比较喜欢到齐 就是还是以到齐为第一个选择 我目标就是希望自己在四年内可以上到最高的舞台 然后跟自己的偶像大谷翔平在同一个球场上比赛 可以看到那么多明星球员 然后在帮自己加油 就是很感动 就是很开心他们为我的加盟一试 然后精心准备这些东西 对到谁 对到自己的哥哥林文 因为在不同队 然后平常在评证高中 就也很少跟他对决到 然后就是希望我们都在国外 然后第一个对到的投手就是他这样 那时候就是有讲说 就是希望毕业的时候可以一起出国这样 然后现在就是达成了 然后也很开心 就是自己的哥哥也到美国这个舞台 就是希望他在那边可以好好加油 然后坚持下去这样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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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